規劃了有四房 那四房在這個重畫區裡面的產品 其實是比較稀少 裝潢每輪每換 購物族越看越心動 但一聽到價格 每瓶逼近四字頭 實在好難下手 中古屋來說 十年內的房子大概 比如說四五百 那現在可能都要七八百 找租房子就變得超級貴 台北市一個雅房大概一萬 至少 那現在台南的套房 幾乎也都要八千一萬塊 根據統計近三年 台南房價漲幅34.3% 是全台平均漲幅的1.7倍 同時其薪資漲幅 卻只有3.8% 薪水怎麼樣都追不上高房價 民怨崇高也成了選戰主戰場 城市的發展 然後就業機會的增加 然後高科技 科學園區 以及都市繁榮所帶來的 但是我們已經面對這個部分 已經有射出三件 爭取連任的黃偉哲推動 囤房稅包租貸管和租金補貼 還有社會住宅目前千元動工的 已近七千戶強調未來 還會持續增加 而對手現隆界也不敢示弱 前兩年就是免租金 三四年就是租金打六折 五六年就是打八折 那這個配套當然你每個月 所謂政府的租金補貼 你就不能享受 但是這樣的話你可以有一段 六年的穩定期在這邊做你事業打基礎 除了租金減免 新隆界還規劃社宅要選交通便利的 飛彈黃區 用都更搭配社宅 青年宅的方式 減輕購物足租屋足負擔 據武黨籍許中信也提出 善優台唐土地建國宅 商運方含獎勵老屋整修 林一峰則建議挪用公有地建公宅 緊抓高房價痛點 大開GPU互別苗頭 環宇新聞成員為白雲飛彈的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環宇新聞 YouTube頻道 並打開小鈴鐺 及時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